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杰克提高班,这次我们来到月亮河,出声点位在起点附近,那么大家注意这个点位,鬼屋后面必刷一个人,我们看看第一个人,他的一个位置,空军 不要急着交雾刃啊,不着急 一刀雾刃好,他准备要开枪,板子可以踩掉 17秒的一个CD,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没有,因为他身上有雾气,所以说我可以看见他的一个位置啊 这个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有很多细节是从看,看得出来的 那么这里面应该有一个人,我们过来挂在这个地方看一下 电击,拥兵的机,也可以啊,干尔道一台电击 空军有枪,闪现14秒,交掉枪以后还是可以快速击倒的 这边过来追他啊 逼佣兵赶紧救,这个时候就是逼佣兵赶紧救 他不想救,不想救,那你这里 哎,那边是把人偷了 哇塞 小光头,哎呀我这刀 哇,这边打了一波 声东击西,微微救赵 那我前期的节奏有点炸,这边听到好像是翻下来了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这个没有用啊 这边大家注意,为什么 大家可以,因为这是视频,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啊 就是会有那个空军的,哎,一声 这就是他翻下来了,他虽然说是进步,没有爆点 但是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啊 这边空军墙也交了,那么娃娃也没了 还行吧,总的来说还行 找到了这个空军,烈士就回来了 不对,烈士就搬回来了 好,这边他翻下去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看一下他的位置 好,这边注意,卡在这里 这刀没卡住啊,这里卡住的话,说不定他人都救不下来 要追求一个双挡 追不到了,追不到就算了 刚才这个地方还是瘦了一点啊 空军往前面走 这边怕找不到还是过来看一眼啊 挂回来,挂回来挂掉这张椅子以后呢 我们再来找这个佣兵或者切传送找下一个人 因为这边是台遗产机,我不是那么想放手啊 走到这边没有耳鸣,待会再看 这边有人应该是鸡血石或者他的娃娃 先过来处理一波,回头来看 追傭兵,傭兵还有护币,不是特别好处理 这里有娃娃,先把这娃娃处理掉 跟我绕,这刀不要急着打 机械师,传送直接抓条箱 变三台遗产机,他们的电机倒是修的蛮多的 抓条箱会更好一点,机械师没有娃娃了 把条箱打伤以后,机械师本体修不动 先骗香水 一刀 好,这个速度够了 哎呀,这边没走过去,问题不大 看机械师有没有去补哪里的电机 游泳兵现在半血,应该还在修他刚才的遗产 我们这边挂到这边守住这台遗产 然后来找机械师 机械师大概率还是在终点电机附近啊 过去看一下,通过耳鸣来判断一下位置 这边没有耳鸣,那可能去这边修他娃娃的遗产了 这边的乌鸦,大家看到乌鸦在天上飞 机械师在这个位置 傭兵肯定还没有过来 电机点掉了 他手上好像摸了一个什么东西 香水,骗一下 傭兵师血线已经过半了 他手上摸了一个东西的 应该是香水吧 知道是啥 回去防守了,这机械师没有太大的一个价值的 过来打他,刚才那刀乌人没打中 其实就应该回去了 只不过是因为看到傭兵师的血线已经过半了 那么这边过来 傭兵把人救下来 没有用啊 我这边把傭兵师抓到,上挂飞就可以了 先抓傭兵师啊,不要出任何意外 这时候不要贪 好的 挂上 找傭兵 找机械 都一样啊 已经拿下这一局了 那么这整一局的一个思路当中 最关键的就是通过看和听 找到了他们的一个破绽 就空军的两个破绽 第一个就是他身上战争误认 然后躲在板子后面被我发现了 第二个就是他的A一身 要不然找不到那个空军这把 还真的有可能打崩 交互币 误认,哎呦差一点点 他没有下这块板子 三秒钟有误认 外面的电接 没看见啊 没有在动 我们这边也不追求 不追求死杀了啊 赶紧挂上 结束这一局 也是感谢大家收看啊 我是潘大刷 在解飞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下来关注点赞加速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